走进书店各式各样的藏书映入眼帘 然而这里的选书也很有特色 包含有在地文化地理及生态的书籍 也有历史人文故事 如近期超夯的斯卡罗等 书店里面选书的特色 就是有针对恒春半岛的一些特色去做选书 比如说像是绘本的话 就有介绍古城 或者是有肯定国家公园 介绍恒春半岛这边的特色鸟类的书籍 那历史人文方面的话 就像之前很有名的影集斯卡罗 由于喜爱阅读 青年级夫妻林彦廷及郭德惠 在全台最南端的恒春开设独立书店 以生化在地的模式经营 让书店成为交流的空间及平台 透过大小艺文活动的串联 不只累积了客源也打开知名度 恒春半岛就比较少了这样的空间 所以那时候就突发奇想 那就开了这间书店 那一直到现在都会觉得说 这个书店它其实 也许它的收入并不是在书本的利润上 而是我们借由这个书店的场域 去做很多的延伸 我觉得恒春有因为他们的加入变得更好 然后也被看见之前 很多没被看见的地方 像是古城啊 一些人文历史 那就可以透过书或是文本 用更亲近的方式去跟就是来这边旅游的人介绍 目前书店经营从饭书延伸到一文空间 再到提供餐饮 希望借由书籍搭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也让这里更具意义 我这方面的收入并不是只是在金钱上的收入 更多可能是跟地方上的连结 跟人跟人的缘分的这样子的连结 那我觉得这些收获是远大于实质上金钱收入的 夫妻养强调现在新进的改变 已经不是以盈利为目标 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情感 期盼透过空间及平台的设置 为恒春半岛开启阅读之窗 让古城充满书香 记者博弈亭 张志和采访报导